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专注游戏的狐狸牧场,我是赤狐 12月不知不觉就到了 这个月的游戏相较于前几个月来说 新游戏的部分推出的比较少 我在前几天有分享了12月的游戏推荐 其中有一款11月30号推出的游戏 被我放在了第一名的位置 在游戏推出之后呢,我也把游戏买下来玩了 除了这款游戏之外 之前我去东京电玩展试玩到的一款游戏 超级疯狂节奏城堡 也在11月推出了 今天的任由快赛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款游戏到底值不值得买吧 超级疯狂节奏城堡 目前已经于11月14号在Switch上推出了 这款游戏在预告公告的时候 游戏本身是音乐节奏的玩法嘛 在玩法上有吸引到我的目光 预告中除了看起来有很标准的音乐玩法之外呢 还有加入各种不同的小游戏等等 看起来相当丰富 不过对于我来说 这类的游戏啊还是需要音乐本身的加成哦 各位有玩过太古达人的玩家 应该跟我一样都很容易玩特定的几首歌 在这种玩法相对固定的游戏当中 有没有喜欢的音乐啊就变得很重要 不过这款游戏是由英国工作室制作 老实说我对音乐的期待上没有那么高 我之前有分享我去东京电玩展的经验 当时在那里就有顺利的玩到这款游戏的现场体验 或许是因为游戏本身确实很有趣 或许是因为我被路人用分数压在地上的摩擦哦 总之当下我就决定 不论这款游戏中收录了什么歌曲 我都一定要把这款游戏买下来 到我做影片的现在呢 我依然觉得在东京电玩展有玩到这款游戏 让我确定要把它买下来 这个决定实在是太正确了 超级疯狂节奏城堡 游戏整体在基本的玩法上 采用了音乐游戏中常见的模式 由上往下的音乐节奏点 当符号到最下面的时候 我们要配合节奏按下对应的按键 相较于其他的音乐游戏来说 这款游戏在改变难度的时候 并不是改变音乐的面谱 而是直接减少玩家需要按的数量 一般难度会有三颗按键要按 而困难则会是标准的四颗按键 所以如果你的实力刚好在中间 会有一种一般太简单 但困难太难的尴尬状况 这点也是游戏在难度设计上 比较微妙的一个地方 不过这款游戏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游戏采用的是线性的剧情呈现 我们的目标是要打倒城堡当中的国王 而随着进度的前进 歌曲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游戏把面谱的难度的差异 设计给了不同的音乐 随着游戏的推进 即使是一般的难度 面谱的复杂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这种针对线性玩法的难度梯度设计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不过如果单纯只有这样 那它也只是有主线剧情的节奏游戏而已 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还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游戏有三大玩法 分别是主线剧情 单纯音乐玩法对战玩法 主线剧情是这款游戏中的主要架构 我们在每一个关卡当中 都会有不同的玩法设计 我自己这边主要是以双人游玩为主 我就拿双人游玩的状况来举例 其中一个关卡是在玩的过程当中 会轮流要玩家去收集金币 另外一位在演奏的玩家 如果失误我就会在金币区出现扣分泡泡 而游戏中的通关条件 反而不是透过演奏哦 而是透过收集金币 不过演奏者combo越多的时候 出现的金币泡泡球也会越多 一下要玩音乐节奏 一下要控制角色收集金币 这种混合形式 让游戏的玩法相当有趣 另外还有一个关卡很特别 关卡中我们要透过演奏来累积能量 当能量满了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传送门 我们要趁门打开的时候 拼命地往里面丢花椰菜 当门关起来之后 要回到位置上准备继续演奏 游戏设计上还会有NPC在说话 当你全神关注等待音乐继续开始的时候 这个NPC呢 还会故意讲一些废话 去打断你的准备 最终这个关卡的三星条件 也不是节奏的分数 而是丢进去的花椰菜的数量 我这节玩前两次啊 就是拿到了很不错的音乐分数哦 但就是没有三星 最后一次很认真的丢花椰菜 就顺利的拿到三星了 这一关呢 除了花椰菜的设计之外 在面谱上 也把路线哦 从直线改成圆弧形 我玩起来的手感会有很大的落差 相当特别 几乎每一个关卡游戏都做出了另外的设计 例如还有一关 是要用音乐游戏来玩街机的设计 右边是攻击 左边是恢复 我们要边玩啊 边注意自己角色的状况 来决定要补血还是要攻击 这一关呢 也真的相当有趣 在主线的设计上 这款游戏做得非常有特色 不过如果你玩了主线之后 想要重复玩特定的歌曲等等 游戏中还有收入音乐演奏模式 可以用正常的面谱形状 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之下 来玩游戏 这就是比较标准的音乐节奏玩法 另外还有针对多人游戏的对战模式 有各种不同的玩法 同样相当有趣 然而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这种音乐类型的游戏 本身的歌曲也相当重要 虽然这款游戏是Konami发行 不过制作上是由英国工作室完成的 在音乐上还是以工作室方面为主体 我本来没有太高的期待 但实际玩了之后 这款游戏的选取真的是相当优秀 它不是我听过的歌曲 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 我跟羽毛会边玩边被洗脑 一边玩还可以一边哼出来 这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优秀的音乐游戏会有的特质 而因为有Konami协助发行的缘故 两边的合作也让游戏收入了一些Konami旗下的游戏音乐 例如《恶魔城》的音乐等等 也让玩家在这款音乐相对陌生的游戏当中 可以找到一点熟悉感 由于版权的缘故 我没有办法让各位听到游戏中的音乐 不过这边也分享一小段我们实际游玩的过程 看游玩片段是不是能感受到这款游戏本身的欢乐 这款游戏在同乐的系统上也做得很不错 游戏最多支援四人同乐 透过主线各种闹事的关卡设计 在音乐游戏中做出了合作感 例如刚刚提到的金币关卡 我跟我女朋友在玩的时候 会需要随时提醒对方 诶系统说要换人了 玩家之间的互动性非常强烈 另外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是 游戏有支援线上游玩 不过目前我身边还没有人有买 我就没有尝试过了 之后有机会会想要尝试看看 要说多人上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所有的玩家 只要是相同难度的 都是共用同一个面谱 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 到底是自己失误还是别人失误 也因为是这样 很容易会被其他的玩家的失误给影响 这点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习惯 讲了很多优点跟特色 逃不过的就是游戏的缺点 这款游戏呀 我是买Switch版本的 能够多人的游戏 我都会优先选择Switch 不过实际玩下来 在主线的过程当中 游戏会掉针 因为游戏会掉针 你可以想象到底有多恐怖 直接系统断你combo 而你什么都做不了 主线一场玩下来 掉个两三次都是正常的 不过在标准的演奏模式下就不会 或许也是因为 主线的玩法特别所造成的 但这个缺点说实话很致命 希望开发团队之后会推出更新 我目前很犹豫 要不要再花钱买其他平台的版本 整体来说这款游戏 我自己是相当满意的 音乐游戏能够在玩法上做出这样的拓展 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游戏整体的玩法也好 音乐也好 画面也好 都做得很不错 玩到目前为止 不考虑调增的话呢 我愿意给出9分的购买推荐分数 Toaster Ball 吐司球 目前已经于11月30号 要在数据上推出 说起12月 那就一定会想到接下来的假期 而对于爱玩游戏的人来说 假期就是一个很适合 跟朋友一起玩派对游戏的日子嘛 有些派对游戏 有一定的上手难度 有些派对游戏 就算玩得很烂 本身很闹事 也可以让大家玩得很欢乐 例如之前的草尼玛足球 就是一款很闹的游戏 这类的游戏 对我来说永远不嫌多 这款吐司球 我在看到预告的时候 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种很闹的游戏类型 游戏的玩法有点类似于网球 我们要做的是要把球 打到对方的后面框框里面 不过这个框框并不是一开始就开启的 游戏的设计让顺杀打法比较难发生 在框框上会有障碍物阻挡 需要打到一定的次数之后才会破掉 并且破掉之后才能够得到分数 之所以要把得分条件做得那么麻烦 是因为我们控制的实际上 就只是一台靠吐司机 能够操作的项目有限 只能够透过跳跃来挡球跟前进 另外如果机器里面有吐司的话 可以把吐司发射出去来挡球 这种操作很困难的设计 反而让同乐有了很多的可能性 这款游戏的一大特色就是 游戏加入了很多不同的规则玩法 例如地板变成会破掉的材质 掉下去之后想要防守会变得超级困难 规则变成篮球要进篮才可以得分 或是直接让球变成两颗 还有天花板变成锯齿 会把飞上去的吐司给破坏掉的 另外还有各种地图陷阱 直接对吐司机本身造成伤害 只要吐司机坏掉了 对方也会获得一分 各种玩法给了这款游戏很多的可能性 游戏最多支援四人游玩 我在游戏推出之后 我有跟我女朋友玩了好一段时间 这种多样的设计实际上连续玩下来 也不会因为重复感很重而感到腻 是这款游戏给我的一大惊喜 这款游戏我目前玩的时间还不算长 也只有跟我女朋友两个人一起玩而已 实际上它在四人的表现上会是如何 适合跟怎么样的朋友圈一起玩 这些都要经过时间去尝试 之后有机会呢 我也会跟不同朋友圈的人玩看看 等看过大家的反应之后呢 再来分享心得给大家 不过就目前简单的体验下来 这款游戏的内容是符合我的期待的 应该说它其实有超乎我的期待 模式比我想象中还要多相当不错 可惜的点在于不支援连线游玩 对于平常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玩家来说略显尴尬 我目前给出的购买推荐分数是8分 以上就是这次任由快塞分享的两款游戏 这两款游戏我都觉得相当值得一玩 不过超级疯狂节奏城堡那个调整真的很尴尬 如果有人有买其他平台的版本 希望能够留言分享你的经验 我想知道是不是其他平台上的野会卡 不晓得这两款游戏大家会有兴趣买吗 欢迎留言分享 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影片 我还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哦 我是刺乎 祝各位游戏愉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